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黃老當然對賴紅姑說 原來七格格的脈是喜脈 雖然七格格還是一個代字歸宗的大姑娘 那真是大件事 賴紅姑問 你有沒有告訴七格格 唉,當時太后在場 這個話我怎麼敢說才行 如果說錯的話是死罪 那你有沒有想著怎麼做 還有什麼怎麼做 逃走 逃走? 太怕你逃不掉了 這個時候 一會兒閣門聲從外面傳過來 黃老也以為 不是真的這麼快有人來抓他 緊張得他連大氣都不敢休息 不過無奈 傳來的是一個姑娘的聲音 她說 我是七格格府上的 格格說 叫我來這裡拿藥 黃老吉一拍頭殼 哎呀,糟了 我答應過要幫七格格煲藥 又怎麼會忘記了都會有呢? 孔生 孔生走進來 師父啊,有什麼吩咐? 你馬上煲兩隻藥 知道 孔生剛剛要走開 又被黃老吉叫住了 你叫格格府上的人先回去 就說等到藥煲好之後 自然會送去給七格格的了 那七格格現在呢 正在他的院裡踢著煙 他一陣就正踢 一陣就反踢 那隻煙啊 就好像是一隻有靈性的小鳥 就是這樣 在他的腳上飛來飛去 忽高忽低 這個時候 賴紅菇和木蝴蝶走進院裡頭 七格格收著了阿燕 看了他們一眼 這些是不是來送藥給我的? 是啊 黃老吉說 這些藥茶叫你每日早晚分兩次服用 最好是兇肚食啊 格格啊 如果你沒什麼事的話 我們就回去的了 啊啊啊 為什麼這麼急著走呢 既然來了 那就進屋先坐下吧 賴紅菇本來想推辭的 但是木蝴蝶呢 他一口答應了 他說 坐下就坐下咯 我從來都沒去過格格住的地方 七格格就笑了笑 就帶著他們走進屋 木蝴蝶走進屋 左望望又望望 桌上擺的 地下鋪的 牆上掛的 總之什麼他都覺得很新鮮的 還有一個不在意 就撞掉了花瓶 打爛了 賣紅菇掘了木蝴蝶的眼 看一下你啊 傻哩龍蝉這樣 臨出門的時候 師傅怎麼交代你呢 但是七格格呢 他是很大度的 他說 算了 打爛了就打爛了 碎碎平安啊 接著 七格格就帶著 賴紅菇和木蝴蝶來到客廳 一盆水果就放正在 賴紅菇和木蝴蝶的前面 木蝴蝶眼睛那麼默地厚到實 但是又不敢伸手去拿 那麼七格格呢 就看出他的心思了 就選了一個最大的土 放在木蝴蝶的手裡頭 賴紅菇就問 賴紅菇啊 你想聊些什麼呢 什麼都行 我整天困在工裡頭 外面什麼事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多悶啊 嗯 不如這樣啊 就聊聊你師傅啊 木蝴蝶在旁邊 一邊吃著的土 一邊就說了 嗯 講到我乾爹呢 我是最了解的了 他是領南一帶有名的藥俠 七格格就問 為什麼要稱他為藥俠呢 凡是體病的郎中 不是一般都叫他做神醫的嗎 其實木蝴蝶啊 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朝廷為什麼要封黃老吉做藥俠呢 於是他就作得作地說 嗯 那是 那是因為他行俠仗義 敢作敢為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七格格就忍不住笑 他說 喂 你是在這裏講黃老吉 不過為什麼越聽就越像是講老智森 那樣的呢 反正他很厲害了 他可以把生丫丫的人都醫死了 七格格聽了 就笑得更加之厲害了 賴紅姑就糾正去說 喂 哎 你剛剛講反了啦 是要將快死的人都醫生啊 哦 是啊 沒錯 反正呢 我又親眼見到過很多次的了 那些病人都是抬著進來 後來呢 又自己走出去的 七格格就很感嘆著的 哦 哦 難怪西太后這麼相信她啦 賴紅姑馬上特地問 那東太后呢 東太后啊 東太后啊 東太后就一點都不相信她 你知道嗎 上次黃老吉進去公里頭 幫兩宮太后把脈呢 東太后啊 還特地要我頂替她的 賴紅姑害怕 什麼話 東太后要你頂替她 七格格就知道自己講漏了口了 連場查開話題話了 哦 啊 好了好了 我們還是不要說這些了 喏 你們回去呢 就幫我多謝黃老吉 如果這些藥吃了之後見效的話呢 我到時自然會再打上她的啦 好了 賴紅姑回到了黃老吉家屋 黃老吉照樣還是睡在床那裡 賴紅姑進去 一夜揭開她的皮 喂 你不斷炸病 真的炸上癮啊 是啊 不是炸病啊 我真是病的啦 昨晚整晚都沒有睡過 喏 你摸一下啦 我現在的脈還亂跳的 喂 我有個藥方 可以醫到你的病啊 你信不信啊 你 你還是不要哄我開心啦 哎呀 你怎麼會知道我是哄你開心的呢 事關我的病呢 只有太后一個人可以醫得到啊 那好吧 既然你都這樣說了 那我就不理了 賴紅姑說完 轉身就要走 但是被黃老吉叫著她 喂喂喂喂喂喂喂 哎呀 什麼你說走啊 走也有啊 好吧 那你說給我聽一下 我這個病如何才能治好呢 賴紅姑拿了一張紙過來 在上面寫了四個字 起麥有詐 黃老吉拿著這張紙 反來覆去 怎麼都看不明白啊 那賴紅姑呢 就瀑在黃老吉的耳邊那裡 如此者搬一番啊 那黃老吉還是有點詩疑啊 賴紅姑就繼續說 你這樣也不明白啊 是七格格親口說的啊 難道還有假嗎 怎樣啊 我這個藥方 靈不靈驚先 這個時候 門外傳來了一陣很急速的閣門 有人說 黃老吉太義啊 賴紅姑打開門 看到門口站著的 是七格格的丫鬟玉兒 賴紅姑就說 哎 這位不是玉兒嗎 你找黃老吉有什麼事啊 我們小姐喝了你們送去的藥茶 沒多久就肚痛了 痛到他點床點脊啊 所以想請黃老吉太醫過去看一下 黃老吉馬上來到七格格的收樓 看到七格格睡在床上 臉色蠟黃啊 對眼睛黑了 一副雨打梨花的樣子 那黃老吉呢 就坐在床邊 幫七格格打脈 七格格看著黃老吉 她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得的究竟是什麼病啊 黃老吉就猶豫了一下 她說 樹老吉無能 黃老吉這個病 草紋是醫不好的 站在旁邊的玉兒 又不喜歡了 她說 哼 你還說沒有什麼病啊 沒有什麼病 怎麼會醫不好呢 七格格也都生氣了 她擺手 算了 玉兒 幫我送客 轉頭去太醫院那裡 再請一個太醫過來吧 黃老吉連隨阻止 她說 格格啊 你這個病不可以去太醫院那裡請太醫看的 玉兒就說 你這樣算怎樣啊 你既醫不好 又不讓人家醫 那肯定是你的藥茶喝壞了我們小姐了 又怕被人知道了 是不是呀 哈哈 唉 格格這種病 要說難醫 也確實很難醫 要說好醫 也很好醫的 關鍵是看格格想怎樣醫作 七格格就答錯了黃老吉的說話有骨 她說 你不要兜來兜去啦 有什麼說話的你就照直說起啦 那黃老吉呢 就專門轉頭 看了玉兒一眼 七格格就明白了 她說 你先出去吧 這樣來 屋裡只剩下七格格和黃老吉兩個人 那黃老吉呢 才把七格格懷人的診斷如實說出來 咱格格就先摘了一下 跟著面色突然間變得慘白 她還硬地跌落了在床 極格格就跪了在黃老吉的面前說 請老吉太二無論如何 都要救死屋女子一命啊 格格 快點請起吧 並不是我不肯救你 只不過是我如果幫你醫好了你的病 按照大清律例 是要蹲牢的 但是 如果先生你真的不肯救我 那麼小女子就唯有一死了之了 七格格講完 就真的要撞頭埋牆 被黃老家一手攔住 不要,千萬不要 那就是說 你答應救我了,是不是? 唉 行醫之人慈悲為懷 只不過是救一命 殺一命的事 於情於理 真是難以落藥 這樣而已 先生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真的不肯救我的 那你殺了的就是兩條命的了 黃老家仍然有點猶豫 黃老家仍然有點猶豫 先生啊 你放心吧 如果件事敗露了 我絕對不會連累先生你的 黃老家仍然說 那好吧 我亦就唯有唯心地開這張藥荒 在 不過 不過怎麼樣 這製藥荒 非同一般 你不可以親自去撿 亦都不可以叫你身邊的丫鬟去撿 一定要找一個信得過的人去撿 這樣才行 一撿回來之後 馬上煮了它來吃 早晚各伏一劑 連伏三日就可以了 好了 我知道了 那黃老家仍然開了很多藥荒 望了下 又將這張藥荒撕成了四個 七格格一驚 蛤 先生啊 難道你又反悔啊 我這樣不是反悔 這張藥荒 最好分開幾間藥鋪來撿 這樣比較保險一點 那七格格就接過藥荒 對著黃老家深深地走了個禮 小女子今生今世 都不會忘記先生你的救命之恩的 咦咦咦啊 此話嚴重了 草民亦都有一事想求格格幫手 有話請說啊 格格你經常在太后身邊啊 可不可以叫太后放草民一馬呢 哦 那這樣說法 就是說先生你想離開這裡了 是不是啊 是啊 草民在鄉下土生土長慣了 進來宮女頭 實在是水土不復啊 如果再住下去的話 看怕我一定會屈出病來 七格格有些遺難啊 他說 我可以幫先生你想想辦法的 不過不一定有效的啊 西太后不像東太后啊 她決定了的事是誰都改變不了的 那這一晚 那這一晚 那月光好美啊 七格格一個人在庭院那裡哼唱著京劇啊 忽然間 一條人影從牆上面閃了一下 跟著 一個關斗就回到了七格格的面前 七格格嚇了跳 看真點啊 原來是那位京劇母生楊小雲啊 七格格就說了 哎呀 你為什麼不從門口那裡進來的呢 楊小雲就說 我怕有人吊我尾嘛 怎樣啊 你那些藥都執齊了嘛 執齊了 那七格格和楊小雲呢 就走進屋裡頭了 七格格好無奈地望實楊小雲 唉 都是怪我們的小孩 來得不是時候啦 楊小雲啊 楊小雲啊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啊 只要楊小雲你肉體安兇 我們還有大把機會的嘛 說深一句啊 我真是很後悔自己生在帝王家 楊小雲聽了 連續掩住七格格的口 哎呀 什麼你又亂說話都有的 我不是亂說的啊 如果我是個普通人 那你說多好呢 那我的孩子 就不會就這樣就沒有了嘛 這個時候 玉兒急急走進來說 小姐啊 信親王來了啦 那從背份上來說 信親王和七格格的父親 是宿伯兄弟來的 但是七格格呢 他是從來都不喜歡這位外表好熱 但內心好冷 笑起來呢 任任濕濕的白富的 在平時呢 七格格對於信親王 當然是敬而遠之感的 但是自從慈禧從中拉線做妹 信親王又忽然間對七格格熱情了很多 熱情到啊 令七格格真是頂不順了 七格格之所以要拒絕四貝勒 除了四貝勒本身的原因之外 和這個未來的加工呢 亦都有些關係的啊 那這時候的七格格呢 他將楊小雲藏在歸房的衣櫃裡頭 自己就鎮定了一下 那繼續一板一眼地唱著驚劇啊 信親王又推門入來 七格格就對王爺作了個福 七格格同王爺請安 哈哈哈哈哈哈 棉禮 七格格格 你好有雅智啊 一個人這麼努力在這裏練聲啊 師傅是哪一位呢 哦 我不過是隨便唱下這樣啊 哪有什麼師傅這樣啊 王爺你見笑啦 吉格格呀 如果你想學造戲 我可以介紹個師傅給你 你看看啦 上次和太后唱堂會的那個楊小雲 怎樣啊 七格格格侄 他不知道信親王是真的知道了他和楊小雲的事呢 還是隨便亂講的 於是他便打蛇 於是他便打蛇材棍上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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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信親王還是一語相關的說 當然啊 那些戲子佬 唱得很好都只不過是個戲子 又怎麽可以做得到我們一格格的師傅啊 差一格格就特地拆開話題說 王爺啊 王爺啊 你今天怎麽有空來我這裏呢 有事嗎 信親王在房裡走來走去 好幾次已經走到楊小雲藏星的衣櫃旁邊 對了 這隻手還要放在門櫃上 似乎是想拉不拉這樣 嚇到一格格的 真是大氣都不敢吐啊 信親王說 如果說有事呢 也都沒什麽事 只不過是近來有人從蘇巷 帶了兩匹絲來給我 我見這些絲綢的色澤都不錯 那我特地送來給格格你做一套衣服 王爺啊 你真是有心了 那小事 叫下人送過來就可以了 又什麽勞煩王爺你大家 王爺啊 請過來這邊喝茶吧 信親王坐在桌邊那裏 喝了一口茶 他說 格格啊 你最近是不是還是經常去太后那裏啊 各位 那究竟七格格會怎麽跟信親王周旋下去呢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